警方將保時捷攔下 車子的排氣管聲音不對勁 大哥你這個排氣管有改喔 沒有啊 我剛剛送你給我來 駕駛納悶就算改管 警方也不能開罰 當下遠景回應是開勸導單 至於有沒有喝酒 沒有飲酒啦 沒有 好來 吹氣一下 來 駕駛嘴上說沒喝 但吹出來就是有酒精反應 這下子也不能待在車上了 因為他就說他不想走過來 怕有蟑螂 是不是就載他過來 駕駛變稱是女朋友怕蟑螂 不敢過馬路 才開車幫忙護送跑腿 警方疑問 坦承有喝酒 酒駕事發地點在台中老虎城前面 30歲簡姓男子酒後開車 護送女友去日式連鎖店買東西 落網時說是女朋友怕蟑螂 不敢夜間過馬路 所以酒後駕車 警方一測 酒測值0.25 剛好 哇 這首 那你可能要跟我們回去做一下補助 警方調查酒駕男子 開了短短100公尺就被抓 一開始是因為排氣管聲音有問題 後來盤查發現他有酒容酒味 當場抓到酒駕現行犯 除了吃罰單 還得公共危險罪移送 TVBS新聞純粹許又翔 台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